開這裡有一個洞 我會做點 吊燈 桌燈 這個亂會有什麼好呢 因為它是兩層 你將燈膽下去 就不會燙傷就走 促食年代 舊總是不如新 個個喜歡追潮流 壞了就丟 偏偏 他就喜歡死出尋找人不要的東西 修補再改造 廢棄的物件 你說它裡面沒什麼創作 其實它可以帶你回頭 創作一件東西出來 人稱窗哥的他 是廢物維修達人 也是個單車愛好者 有一次他撿到一輛生壽單車 拿回家裡研究 才知道原來是一輛 已經有半世紀歷史的英國單車 決定來一次修復工程 修復單車其實是一件挺好的東西 為什麼呢 我怎知道放在家裡 他不可以外出跟別人分享 或者告訴別人 這輛車辣都可以這樣玩 或者我製造那輛cargo bike 連阿伯都有興趣想踩上去 我出球場的小朋友 會追著我叫我載他 令到他們思維 原來可以這樣玩 之後還認識了一班朋友 為他在Facebook設立專頁 分享更多維修再造的作品 例如這部投幣式唱機 這張高架椅 都是槍哥已收集回來的廢物設計而成 有時你很氣餒的 因為你那件東西 可能爛了很少零件 你就整架機丟掉了它 其實你可能把那件零件 可能用你很少錢 他認為原因是太多廣告鼓吹消費 令人不可以視乎實際需要而買東西 太容易買到東西 但那件東西其實用兩件就難了 或者你可能不自在那兩件 所以你就對樣東西都沒有感情 你不會像爸爸年代 留一隻機械給你 你會很珍惜 你會不捨得丟 就算你有空也會拿來捉一下它 他覺得很多人扔東西 不修補東西的另一個原因 其實是他們太看小自己 我們這個社會講到 每一件事都好像很尊嚴 電又好像不可以鬥 樣都不可以鬥 其實嚇到你們 一打開電製蓋好像怕電傷 這是很基本的知識 只要你有好奇心已經很好 你願意打開蓋